情绪稳定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我们日常所犯最大的错误 是对陌生人太客气 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 一个人在家里的言行举止 决定着这个家的氛围 你把家当作情绪发泄的垃圾场 对家人冷言冷语 家庭就如冰窖 让人心生寒意 你把家当成爱的归宿 对家人善言暖语 自然家庭和美 生活荣荣 保持稳定的情绪 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永远幸福的科学艺术中 心理学家泰田黛说 作为伴侣 情绪稳定是重要的品质之一 但被低估了 和情绪不稳定的人生活在一起 简直就是人生的灾难 之前 东莞一对夫妻 因为吵架纵火烧房 冲上了热搜 起因是 夫妻两人因为家庭所事争吵 一言不合动起了手 妻子撕烂了丈夫的衣服 丈夫一怒之下 直接用打火机点燃了妻子的衣服 然后引发了火情 原本温馨的小家 瞬间被烧得一片狼藉 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 扑灭了大火 否则整栋楼都要跟着遭殃 邻居说 这对夫妻经常在家大吵大闹 吵得比较凶事还会砸门 夫妻相处就像嘴唇与牙齿 难免磕磕绊绊 关键在于控制情绪 拥有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 是婚姻中最大的幸福 冯继才在《老夫老妻》里 写了一对年近七十的老夫妻 在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 两人争执了无数词 老太太做好了饭 叫老头子吃饭 但是老头趴在桌子上通烟嘴 弄得纸片碎布条 沾着烟油子的纸链子 满桌子都是 老太太催促了好几次 老头都无动于衷 于是老太太就来气了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翻着陈年旧账 相互抱怨寸步不让 但无论再怎么吵架 夫妻俩都不会说伤害对方的话 更不会一言不合就动手 就这样 每次吵架不超过两小时 两个人就又和好如初了 冯继才说 他俩仿佛倒在一起的两杯水 吵架就像在这水面上划个道 无论划得多深 转眼连条痕迹也不会留下 很多夫妻之间的沟通 70%是情绪 30%是内容 沟通情绪不对 内容就会扭曲 说出一些口不择言 伤害对方的话 甚至还会发生肢体冲突 这个世界上 你的枕边人 很大程度上 就代表了家庭的幸福程度 只有夫妻关系和谐 一个家庭才会走向兴旺 过得风生水晴 伴侣也是这一生 陪伴你最长时间 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别让你的坏情绪 伤害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富兰克林曾说 处于圣怒之中的人 驾驭的是一匹疯马 当父母情绪不稳定 驾驭了这匹疯马时 受到伤害的 首当其冲 就是自己的孩子 父母的坏情绪 由孩子买单 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剧 看过一个公益视频 叫 爸妈 我不想做你们的孩子了 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女孩 对着镜头说出的一番话 让人听了一阵心疼 小女孩说 她不想再过六一儿童节了 她只想快点长大 长得高高大大的 这样 妈妈在打她的时候 她就有力气 跑到更远的地方 妈妈就打不到她了 小女孩的妈妈 是一个情绪 非常不稳定的人 只要不开心了 就会发脾气 一发脾气 小女孩就会跟着遭殃 拳脚不停地落在 她的身上 再疼也得忍着 不能喊疼 否则妈妈就会打得更厉害 小女孩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妈妈出差不在家 面对一个无法控制情绪的妈妈 小女孩渐渐变得自卑 胆怯 眼睛里失去了光芒 她不想继续再做妈妈的孩子 只想逃离这个 暴躁无常的妈妈 教育学家引尖里说 你对孩子发的三分脾气 会对孩子造成七分伤害 毁掉一个孩子 就对他狠狠地发脾气 父母情绪平和 才是对孩子最伟大的教育 胡适先生的母亲 就是一个脾气非常温和的人 每当胡适做错了事 或是说错了话 母亲都会记起来 等到只剩母子二人的时候 母亲才会关起门来 细数他做错的事 让他认错 当着众人的面 母亲从未责罚 吼骂过胡适 胡适曾在《我的母亲》里写道 如果我学得了 一丝一毫的好脾气 如果我学得了 一点点带人接物的和气 如果我能宽恕人 体谅人 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慕 有人说 幸福的童年会治愈一生 而不幸的童年 需要一生来治愈 父母情绪稳定 家庭会更加温暖幸福 孩子也会更加出色的 周国平曾说过 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克服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 是种教养 一个人是否有教养 看他对父母的态度便会知道 有些人 在成年以后 把生活和工作上的不如意 统统都推卸到父母的身上 觉得是父母 没有给自己创造好的条件 拉开了跟身边人的差距 电视剧 《幸福一家人》里的一个片段 至今看了依然令人心痛 儿子房天忆咆哮着 斩钉截铁地 要和经营面馆的父亲 断绝关系 只因为开面馆的父亲 没能在事业上拉他一把 让他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 你知道医院里面 有多少人实力比我还差吗 他们就靠着自己的父母 出了门之后 什么都不用怕 而我比他们还要努力 就因为他们有背景 我在他们眼里 永远就是个卖面老板的儿子 所以我只能忍 听到儿子的话 父亲仿佛兜头 被浇了一盆冷水 瞬间哑火 面露愧色 或许是因为内疚 听完儿子的控诉 父亲趴在栏杆上 忍不住哭了 最后 父亲老泪纵横 马怀歉意地向儿子 深深居了一躬 是爸爸没有能力 我对不起你们 年过半百 两病斑白的他 此时委屈得像个孩子 为人父母 谁不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 很多时候 父母已经拿出了 他们能给的全部 孩子却还嫌自己得到的太少 不要苛责父母给的不够 这已经是他们的全部了 生活中 还有一些人对外人和气 回到家 仗着父母无底线的包容 把在外受了委屈 全撒在父母的身上 对父母是喜怒无常 以止气势 主持人罗金 因一次心情烦躁 顶撞母亲 没想到母亲 竟流下了泪水 他十分懊悔 奔在自己的书桌下 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不要对父母不耐烦 要好好说话 你能够耐心对待陌生人 以及和你关系不密切的人 为何不能耐心面对 挚爱你 把你的生命幸福 看得比他们生命 还重要的父母呢 父母不欠你什么 你却欠父母很多 在父母面前保持情绪稳定 不对父母发脾气 是为人子女最大的孝顺 肖伯大说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 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 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不要因为家人爱我们 就肆意发泄垃圾情绪 无情地伤害家人 一个家庭如果人心散了 个人再成功 又有何幸福可言呢 只有家人之间和睦 家庭才能发达兴旺 把最好的情绪 最多的耐心 留给最亲的人 怎么样 你能做到吗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感谢您的agard 感谢您的agard 说妳的 battery 意思十分之受